每個女生都喜歡韓星, 又喜歡煲劇 一時叫自己孔太, 一時叫自己元太 不僅如此, 最喜歡吃韓國菜 很喜歡用韓國的護膚 還有韓國出的服飾 不如下次搞新意思吧 我們嘗嘗轉穿韓國球衣 因為很多韓國女生 都喜歡穿惡霸的球衣 前一陣子球隊FC光源 更加出了一個球衣銷售排行榜 告訴你, 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我托朋友在韓國買了 總出秀女排第一的 防守中場韓國人的球衣 她很厲害 上季三十八年的比賽 沒有一場幫助缺席 她絕對是球隊方面的進攻 和防守的核心人物 這支FC光源絕對是今季的黑馬球隊 不如說說熱門的隊伍吧 好像是遺山現代 有九名的新兵在歐洲回流 其中李青龍名氣最大 還有百年門神之稱的趙燕右 何甲前鋒比安莊臣 美職後衛金基希等等 前、中、後三線都超級豪華 真的很豪華 還有韓國舒利亞之稱的金杜芬 看她如何行兵佈陣 不過她的性格是保守一點、浮躁一點 還試過爆粗鬧球證 兼且被罰停賽 所以真的要看得上一點 最成功的本土領隊 有韓國摩連盧之稱的吹龍珠 你又怎麼看? 聽聞她的領導才能和江湖地位 令到FC首爾上季絕地翻山 她用的是全攻和全手的戰術 施成荷蘭的名碎希丁克 她用較好的中場質素的球員 減低了防守方面的壓力 她的執教很愉懷 絕對是FC首爾方面的成敗關鍵